来咯来咯,现在我们教你炒意面 这样炒意面呢,通常你会怎样炒 那我们通常都会去买意面来炒 就是已经炸变了,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用云吐面把它炸成意面 那我本身自己是比较喜欢用云吐面来炸成意面 然后我们拿来炒 这样出来它的那个口感也好 还有它的味道都会比较香 好,各位,谢谢大家,不要你啰嗦 需要准备的材料虾仁啊,肉片啊,豆腥 蒜肉,鸡蛋,豆芽,还有云吐面 这云吐面我给它一粒啦,还有就是菜心 好,首先把这个蒜头把它剁成蒜末 来起锅热油,油温烧至大概160度左右 我们把这个面放下去炸 面炸好后,我们就把它放下去,烫水一下 这稍微汆烫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那面来了会比较咸 所以呢,我都是会先撒一撒这样子 然后撒出来的面呢,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 好,这面炒了过后,我们就过冷盒泡 好,过了冷盒过后,我们浸干 这个动作就让它一冷一热,热盆冷缩的原理 使那个面更加的弹性,口感更加的好 好,起锅热油,蒜末,鸭,鸡蛋 稍微炒了过后,菜心 面,胡椒粉,生分之一,酱锅粉,半茶匙 蚝油,一半匙,酱油少许 酱油,两滴的麻油 炒到差不多的时候,豆芽快做翻炒 好,关火,起锅 这样就完成啦 我的代号是孤狼 好,起锅 好,起锅